来看一连串地方的建设消息 头城核心里 桥板湖的停车场 因为设施损毁 打草重生 虽然面海景观相当好 不过少有人驻足休息 所以公所争取银建石的补助 在近期内会进行修缮 预计在年底完工 为地方打造一个优美的观光景点 十多年前规划的桥板湖停车场 因为欠缺管理维护 造成环境脏乱 设施损坏严重 凉亭跟石桌都需要修复 加上民众在这边种菜 破坏景观 所以难以吸引游客留下来 欣赏美丽的海景 目前赌场的问题就比较脏乱 就是杂草重生 因为这里的基民都在这里的政材 政材因为有客来 有点凌乱 所以说在四年前 我就整个这边来 整个这边来 现在就是取得他们的同意了 这边就已经用三百万的经费 来改善这些小风云 哇 这个地方是一个 我们头上很好的 我们人民游客到这个地方 都会在这里欣赏 我们这么漂亮的风情 这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场所 所以说我是建议说 这个地方要再蒸熟 要看怎么立美化 让我们游客到这个地方 还是会欣赏到说 我们头上有这么好的风景 经过工所向营建署争取补助 将要进行设施维修 绿美化工程 重新规划停车空间 营造优美的休闲环境 带动观光人潮 这项工程在近期发包 预计在年底完工 皆实又是投成一处新的 休闲好地方 宁兰兄记者张丽玲采访不到